雖然兇手最後成之於法 但是家人最後發現 原來他們收養回來的小朋友 跟殺他們的女兒的兇手 有很大關係 有什麼關係? 她是兇手的女兒 這麼出人意表? 那就是說女兒會報仇? 重點應該是家人 會怎樣對兇手的小朋友 整個故事,我是想探討原罪的 這個故事簡直是我 我新年聽過最精彩的故事 你明天推出的機會一定行的 我不是推出情節的 我是想賣人性的 鑑成安,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聽的 我當然有 但你知道我一向都沒有深度 那你又說我行的 我女朋友推出什麼都行吧 安仔,我很想念你 是嗎 如果你現在在我身邊就好了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你沒有去,不看你更好 Bonnie? 不好意思,你剛才說什麼? 看達維一個網絡是比較差的 我沒有 我剛剛問你有沒有只顧著我 當然有 Bonnie,你看 我又是把你掛高高的 現在掛在心裡 傻瓜,你說得在那邊這麼開心 你是不是沒想過回來香港見我 怎麼會不回來? 但我要留教在這裡一年 我才能做到正式公務員 到時候我喜歡什麼時候回香港都行 還有到時候我高身口職 我養了你還行 真的還要等多一年你才回來 你中間有沒有可以請假的 你只用嘴巴掛念別人 你也不請假回來探望我 Bonnie,今天會有一個長期 我回來陪你玩兩、三天,好嗎 你說的 你好,奶沙龍蠣 奶沙龍蠣… 你看,我的朋友找到幸福時間 那我們明天再聊吧,再見 安仔,她說結尾回來陪你 譚玉英不准不開心 那個結局就是這樣 那個故事不是不好聽 但就是有點…暗 要不我再解釋給你… 放心,我不是禁止你的橋 我會用你的框架 但裡面的內容就要… 大改 大改? 改做寬老闆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在開戲劇片 如果我們再開的話,我們… 我們找華仔做主角 那多少戲劇片都不夠我們來 但是… 不想改? 那我唯有找另一個劇本吧 改? 馬老闆你想改什麼? 也改 好 我很不開心,我要你哄我 隔這麼久也不回覆我的訊息 你最喜歡吃的朱古力雞蛋仔 只要你不開心 是你最喜歡吃的那間買的 開心了 哪有這麼容易 你試試看半個角度想想 這次你的稿費又這麼高 大製作,還有大卡士 很多製作人行都行不了 馬老闆他改多的故事完全不同了 已經不是我原本想寫的故事 當你越有名氣的時候 就越有詩 這種情況就會越來越少 這個生態圈就是這樣 不是每個編劇一出道就可以成功 我會接受到這件事的師父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這麼快真的沒事? 有師父的雞蛋仔就沒事了 還有安仔編劇回來,我要陪他 看來我要額夜寫稿才行 那你和我傻子玩得開心一點 你慢慢玩吧 知道,師父 好 為甚麼要發這張照片給我 是不是很可愛? 每次我不開心的時候 看到這張照片都會馬上開心 現在我還在做事 我就把哄你開心的重要任務 交給科莫多龍寶寶 晚點就打給你 為甚麼你問也不問我 為甚麼不開心 好嗎?你心情悶了嗎 還沒有,雖然這部電影開得成 還要為大製作 但我的故事被人改得面目全非了 不如你試試這樣想 你想我的故事 能夠成熟還是能夠成熟? 我不懂得選擇 還要寫完那些亂七八糟的情節 我就更加不可以 或者又試試這樣想 最重要的是劇本費好不好? 又挺高的 那就行了,最重要是這件事 我教你,你把文字放在前面 一邊寫高就一直看著它 到時候你想想起的煩惱也想不起 這樣也行 行,甚麼方法也試試 我見媽媽有時也為了千言改劇本 那我試試吧 小花就好美女了 不如我們想想,你回來我們去哪裡 對了,Bonnie 說起週末,我很抱歉 我應該回不了你 為甚麼?你答應了我的 是,但機票真的很貴 貴過走一成五倍 我不想花些冤枉錢 但我真的很想快點見到你 我遲些再拿一價 那你走一步回來就可以省很多錢 而且你要改稿 如果我不回來 你就不用花時間理會我 對了,我最近要開始照顧一隻 方莫多龍的孩子 就是你送給我那隻? 是的 我們時間去餵小邦,好嗎? 你把方莫多龍改了我的名字嗎? 是的,Bonnie 證明我多愛你 我真的要走了,再見 安仔,我知道你要去餵寶寶 但是我今晚真的很需要你陪我 Bonnie,那你等我一會 我很快發 小邦一餓就會發脾氣 到時候很大件事,等我吧 小邦一餓,看見嗎?剛才呢? 又來了 看來我不聽你的電話 你不肯收拾 好…Bonnie,我謝天謝你 你終於聽我的電話了 Bonnie,對不起… 昨晚我沒有 怎麼了?如果沒甚麼重要事 我先收線吧 不要…別收線了…Bonnie 昨晚,你是不是在生氣 扔下你走開了這麼久 我有苦衷的 小邦叫肚子,去賴屎 賴屎? 是,方莫多龍的賴屎 很大件事 如果你不理會他,會有心理危險的 情況這麼緊急 我才迫於無奈要扔下你,Bonnie 對不起,是我…你別生氣我吧 你覺得我生氣是因為等了你很久嗎 不是你生氣甚麼 平時你忙,我就是你時間 我每天都凌晨三點鬧鐘 起床和你臉書 為甚麼今天你又可以在房屋時打給我 你太生氣不接我的電話 我就要哄你了 即是我生氣你就有時間理會我 我不開心需要你陪伴我的時候 你就沒有時間理會我嗎 不是,你怎麼會這樣,Bonnie 你那次不開心我就發了小邦的照片 給你哄你 我怎麼會不理會你 對,我知道你盡力了 盡力了,Bonnie 你別生氣我,對不起 我不生氣了,你放心吧 真的嗎 Bonnie,何時都說你是最好的女朋友 我要先寫稿,我不跟你說了 好…沒問題 你寫稿,我慢慢寫,我不妨礙你 再見… 那隻金物廢青鞋 不在香港也帶那麼多麻煩給我 我不回港了 媽…我…我…我…媽媽… 我是你,你怎麼來了? 你很驚喜,媽媽 你是不是能出來給我驚喜 我很感動,媽媽,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 開門,我幫你回港 都沒辦法 媽,大媽,你怎麼這麼急著叫我回去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大件事 不是公公出事了嗎? 我閉著你,你公公是身體暗瀉 我叫你回來是因為你女朋友不開心 但你可以當沒事發生也可以 媽媽,你放心吧 我和Bonnie那些是情侶之間的小吵叫 我已經解釋完了,現在沒事了 我帶你去看這些科目當我寶寶… Bonnie的手符 你是十二板? 誰這麼需要她改這麼多次? 是我 為什麼? 因為她越改越多錯字 你對,有錯就要改 媽媽,這件事我支持你 她錯是因為你影響她心情 她很不開心 是你令她越改越錯的 你知不知道嗎? 不是,媽媽 她不開心是因為馬老闆 要她改到這份工面目全非 她才不開心 她不開心是因為她需要你的時候 你不陪她 你們去陪伴方木多龍 我死也不陪她聊天 你答應她回香港,你去哪裡? 你以為嫌機票貴,我… 你有沒有想過為Bonnie付出? 她什麼都肯為你 你連陪她的時間也不肯拿出來 原來Bonnie她不開心 就是因為我沒時間陪她嗎? 拜託你,快點執行你回香港 我告訴你,你這次不回香港 你分手 我請假…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一條片,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